演示一下这个富通某某怎么开户新加坡 那我们正常的话呢注册某某账户之后啊 呃我们在开户这个位置 就是账户下边账户开户的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之后呢 其实他是默认开通的是美国的富通某某 那我们看一下啊 一进来呢 他的选项的话就是一个美国 呃我们想要开新加坡的情况下呢 呃很显然啊 这个开通的位置是不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操作才能去找到开通新加坡的啊 这个啊步骤呢 那OK我们点击呃我的 然后呢这里的话呢 我们点开我的客服 我们也不需要跟客服说话啊 那需要是做什么呢 点开在线客服 我们给他发一个链接啊 复制一个链接发给他 然后呢我们点击刚才发送的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 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呢 上面就直接显示就是欢迎开通账户 然后证券交易服务由某某证券新加坡提供啊 那说明呢 这就是我们已经成功的进入到了新加坡某某开户的一个页面 我们点击下一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身份的选择 那这里的情况下 我自己本人啊 博主本人开的是选择啊 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啊 那当然啊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不是测试这个啊 因为他的流程步骤是一样的 那资料呢 就已经提交了 好了 兄弟们呢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 那如果你想使用这个新加坡的富途某某啊 这个想使用美股免庸的这个功能 一定要选择这个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 并且提交的这个住址证明呢 一定要是新加坡本地的住宅地址证明 记住了 不能是酒店 也不能是商业地址 这样的话一定会给你驳回的 所以我们提交住址证明呢 一定要选择住宅的地址证明才行啊 而且呢 这个住宅还是必须真实有效存在的啊 不要胡乱弄 对吧 还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 然后呢 还有就是如果你选择了其他地区 他需要的住址证明呢 是中国的地址证明就可以 不要求你提交新加坡的住址证明啊 那么如果你开通是美国的富途某某啊 提供这个中国的地址证明啊 住址证明也是完全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想实现富途某某的免拥 那你只能开在富途啊 这个新加坡啊 才行 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选择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 那这里的话呢 他可能会额外的需要你提供其他的资料 比如说新加坡的签证啊 新加坡的EP啊 还有呢 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工作证明啊 啊等等 他可能会要求你补充一些其他的资料 这里的话 我想说一下 还是要看审核员的 那如果说有些资料你没有的话 我建议你多次去尝试提交一下 肯定会通过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新加坡的富途某某 跟这个美国的啊 富途某某 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以及跟这个香港富途的区别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香港富途 它只能使用香港的银行账户 或者说其他国家的银行账户进行入金 对不对 但是呢新加坡的富途某某呢 它是可以支持 VICE来入金的啊 也就是说可以绑定你的 VICE账户啊 但是美国的话呢 它只支持银行账户入金 所以的话美国的话 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开的 跟香港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要比的话 你使用哪个更方便呢 可能真的是使用这个啊 香港的这个富途更方便了啊 那如果说你想使用外资入金 那你就只能开在富途某某的新加坡这个位置啊 才行 这个美国的话是不支持外资入金的啊 那新加坡的话呢 那它支持绑定华侨银行入金 如果说你线上开了那个华侨银行 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华侨银行绑定EDDA的方式 进行新加坡的某某入金 那之前呢 如果你没有申请过新加坡的华侨银行 那可以看我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 里边呢 有华侨银行的开通方式啊 以及我的邀请码 通过我的邀请码呢 开通华侨银行呢 可以获得15新币啊 但是你要入金之后啊 入金1000新币之后 才能获得这个奖励的 那这也没有多少钱 对吧 你要炒股肯定是要超过1000新币了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用新加坡的富途某某 绑定新加坡的华侨 炒股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以及绑定VICE啊 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 那关于这个呃 有不懂的问题呢 欢迎来到下方的这个群里边 我们一起做交流 拜拜